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伟玲 欢迎锁定我们的联播频道关心台湾大小事 114年的全国运动会将在云林县热闹举行 为了迎接这项运动盛事云林县政府 规划在湖北高铁运动园区建置相关的运动场馆 其中共耗资8000万 打造全台第三处抛物线标准竞速滑轮溜冰场 预计明年中完工 县府表示完成后不但能够举办国际级赛事 也可以作为选手训练场地 并开放给一般民众使用 成为地方新一处运动休期地点 云林县政府为了迎接明年的全国运动会 计划于湖北高铁运动园区 新建一处国际级的滑轮溜冰场 工程总经费8000万元 预计明年中完工 场馆完成后将成为全台第三处 抛物线标准竞速滑轮溜冰场 不仅可以办理世界级赛事 也能成为选手的培训基地 县府也于20日早上办理工程说明会 向乡亲宣布这个好消息 这个滑轮溜冰场不只是 可以在这里做竞速的滑轮溜冰 甚至花式的也可以 甚至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全国第三座 抛物线的一个滑轮溜冰场 我想它符合国际的标准 那同时它距离高铁站非常近 所以未来我们从高铁站下高铁以后 那你可以真的是一路滑到 我们这个滑轮溜冰场 那我们欢迎全国的这个滑轮溜冰的赛事 都能够来到我们云林县湖伟镇来举办 甚至也可以利用这个地方来培养更多的人才 云林县教育处指出 湖伟高铁运动园区的规划相当完善 此处溜冰场附近也将新建大型田徑场 极限运动场等运动场馆 希望完成之后不仅能作为比赛场地之用 平时也能开放给一般民众做运动休闲来使用 那包含到说整个这个高铁附近 我们还有一个田径场 这两个竞赛场地 我们会互相互的一个呼应 那未来都是由我们县力体育场这边来做管想 那最重要的它除了提供这个大型的运动赛事之外 另外平场的时候可以提供给民众来当休闲使用 所以它也兼具休闲的功能 那未来可以让附近的民众在府尾的这些相关的出入地点 它变成是一个指标 那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散用这个溜冰场 期待这些运动场馆可以尽速完工 不仅提供优良的比赛场地 也让地方民众享受到世界级的运动资源 记者李宏伯采访报导